接下来我们来到突碗监狱这一边 从远景的爆炸中我们就能知道 在监狱之中有大战发生 果然来到监狱里 凯多的部下们已经被绿牛的能力吸干 包括晋和奎因全部都被绿牛的能力压制 凯军大将绿牛一个人就搞定了 坐拥凯多两大父皇和一众部下的突碗监狱 收拾完晋和奎因之后 绿牛完全显现出硬汉有形的造型 然后通话给凯军那边说 害军舰来到何治国 但不要告诉赤犬先生 接着远牛就看着陆飞的选场单说道 我喜欢他做事极端的风格 你做得非常出色 这就是我想让赤犬先生对我说的话 在我拿下那个孩子的人头之后 后面再回到花竹都这一边 陆飞坐在人群中央的台子上欢呼地说 现在忍者海贼毛皮组武士们 将军的附庸们 何治国道上的兄弟们 还有整个何治国 你们这次打得很棒 赤妹们一开始在问陆飞是谁 然后被陆飞的情绪感染说道 是啊兄弟 然后就和陆飞一起举杯 并对陆飞粗拥地说道 燕灰队长 一旁的陆飞住看着陆飞 想起之前陆飞对他吩咐的事情 陆飞当时说 不要把我的事告诉何治国的人 陆飞住当时问 可是为什么呢 你一定不会公认为是英雄的